我這個可能要解釋稍微久一點 而且這個解釋的東西會比較深 然後大部分玩家可能聽不太懂 第一個問題是比較多的是 碩月會不會去韓國 答案是會 但是它是什麼職位 它是什麼身份跟我們一起去 這就等官方的通知 反正大家不用擔心碩碩 碩碩會以其他身份一起幫台灣加油 然後跟奮鬥 好大概是這樣 好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單挑會失場 首先單挑的那個心路歷程 我可能要講一下 那前面蛇丸的問題我們就先不講 因為其實蛇丸本來就很強 那單挑本來就有勝有敗 而且誰都有機會 這個之前也講過了 在以前直播的時候就說過 單挑其實變數很大 然後也希望大家不要攻擊蛇丸 因為畢竟人家也是靠自己努力 而且的確強 是強的 表現也特別好 特別特別好 所以不要去噴 然後單挑為什麼會失場 其實在一開始新加坡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它選的是尾流圖 所以我這種靠速度的不太有用 所以到後面的時候 原本我領先很多 但是因為它開始雷霸 新加坡上地圖的話 雷霸會比魔音快半秒左右 所以它在拖票的時候 因為離行力比較大的關係 可以直接追上來 那我沒辦法 然後我又踩了一個比較保守的路線 所以就被追上來 被追上來之後呢 就稍微防了一下 然後被反超 反超之後呢 就因為一個配器失誤 導致後面沒有辦法追上去 然後又接2.3的斷胎 因為急了嘛 因為感覺追不上去了嘛 然後要極限的拖票 然後極限就斷胎 所以就輸了 輸了第一張 那第三張呢 就是大家說的刀劍 刀劍關鍵為什麼會失誤 刀劍失誤的原因是因為 在洞穴出洞穴完的下坡 那個右彎呢 我看小地圖非常近 我以為它要插我 所以我那邊做一個防守 後來防守 發現它沒有插我的時候 下去的時候 我點了一個地罩 因為那邊大家知道 要落右邊結晶是要有地罩了嗎 我那個地罩因為前一個彎防守 然後反正對方沒撞到之後 就回來 然後下去壓地罩 因為頭落地的關係 那個地罩壓不出來 就變成說 頭落地沒辦法甩尾嗎 所以就變成一個空甩 那空甩之後 就撞上去 撞上去之後本來要倒車出來 然後馬上再右甩 馬上再右甩 然後就直接下去再重新追 但是因為那個地罩的關係 我還是壓了 所以那個地罩變成一個空甩 所以我要甩下去的時候 好像就沒辦法 好 我印象中是 好像就是沒有辦法調整得很快 所以那邊就失誤 所以那個失誤 其實算是一個 呃 防守 然後是我自己心裡的問題 我怕被插 我怕被凹 所以我自己防守 沒有防守的話 其實也不會死 它沒有要殺我 然後我自己失誤了 後來第二圈的那個木橋 是自己撞的 那邊是追擊了 因為後追不好過 那邊跳起來 然後就撞到了 一旁邊也是緊張 一旁邊也是車沒空 然後後面的話 就沒戲了 因為太遠了 所以單挑輸了 單挑輸大概是長這樣 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 那也不要攻擊蛇王 因為蛇王的確很強 我在文章裡面會打蛇王的原因是 因為他以前是 他以前的名字叫蛇王 你們應該也有看過他 其實在以前直播的時候有 在2016年的時候直播就有 其實也是一個蠻強的 所以不要攻擊 那比賽本來就有一點運氣 比較可惜的是 自重 他在一開始拿個第二 在決賽的時候 一直轉一直飛 要不然他跑的其實是非常好 在前面分數也很高 不過比賽本來就有一部分是 運氣的問題 所以也不要去 太多的去追究 你會追究沒用 木已成舟 而且人家還是靠自己努力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認為啦 我自己單挑賽的時候 其實沒有到很緊張 其實手也不會抖 心臟也不會跳 會跳啦 不會死啦 就沒有跳很快 更多的是一個心理壓力啦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扛的就是夜影 大家也知道月影多虧小 我們那個時候停業時三個人 在32進8的時候 等於8進2的時候分到 三個人分到一組 那3就只能進2 那多多龍那個時候淘汰 呃 進級 然後後來沒有去的原因是 因為他那個時候好像是 身份證問題 然後用了別人的身份證 然後後來沒辦法打比賽 那這個也不去追究 然後後來就八蛋補上去 所以單挑其實我覺得我壓力比較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夜影的選擇在我手上 對 然後我覺得他應該也蠻all的 就是還沒有展現到任何機會就 就下去了 我覺得他還是蠻水小的 那決賽的表現令論啦 至少他在32進8的表現 那我覺得還蠻蠻惟的 因為他其實還蠻強的 然後缺一個展現的機會 那但最後能不能 如果真的拿冠軍5進4能不能進 這可能又是一個問題 但搞不好5進4我也會掉 只是說他少了一個 更多的一個舞台 就有點可惜 那時候其實 比玩的時候我就這樣嘛 我就眼睛弄起來 然後眼睛這樣折著 對 那個時候想的更多的是 不知道怎麼面對 所以眼睛手一直不敢拿掉 在現場的人應該知道 然後後來 我還沒看我還沒看比賽 我不敢 我不太敢看 然後好像有聽說爆蛋 有幫我擋掉鏡頭 暖男 真滴暖男 對 那個時候更多的是不敢面對隊友啦 其實其他還好 那時候就坐在上面 大概坐了5分鐘吧 然後後來下去之後 就一直 一直坐到決賽 一直坐到那個個人賽決賽 其實還是蠻對不起夜影的 然後夜影也說沒什麼沒什麼 然後叫我們比賽加油 但我知道他一定心裡更難過 他自己一定更難過 尤其我覺得 比他更難過的是他女朋友 然後我就更多的是 為了這個再懊惱吧 因為其實勝夫對我來講沒什麼 我輸了就輸了 甚至我個人沒進 我也覺得沒差 但其實團體賽 除了輸了之外 更多的是 因為少了一個晉級機會吧 那團體賽為什麼會打輸 這個就是我每個人都有點責任 那也沒什麼 畢竟我們團練沒輸過嘛 那沒輸過的隊伍 大家也知道我是J team的嘛 J team就容易決賽落賽 可能實況部門跟選手部門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結果就大家一起扛吧 然後第三個是賽制部分 韓國賽制的話其實不方便多說啦 真的不太方便多說 因為其實有一些東西還沒出來 要留給官方跟大家講比較好 但其實詳情是這樣的 可能可以觀察一下 我現在跑跑裡面做的一些選擇 但大家可能要用議會的 對 可能要議會的 然後比較沒辦法去多講一些東西 自己去吸收一下 我也不太知道 裡面有幾張不可透露的地圖啦 大概是八張啦 可能要重新稍微練一下 那其他的就不方便多說 那台灣代表隊的練習時間大概是十天 因為中間還要拍宣傳照 宣傳片之類的 沒什麼沒什麼 就多多練習 盡力打就好了 真的 然後至於七七七七七 這支隊伍其實也是蠻水小的 因為其實真實的結果是這樣 可能比較殘酷 就是原本晉級的名單是 Highland跟EGO 詳細我們不多說 我們說大概 Highland棄賽 Highland棄賽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Highland贏了七七七七七嘛 Highland棄賽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有人要出國 而且有人要當兵 然後他們可能禮拜日要收價 收價趕不回去之類的 有一個出國有一個又收價 名單沒辦法改 只能棄賽 就變成要有一隊補上了嘛 所以就可能要去問七七七七 因為其實賽事鬼章 那個時候辦的是CGA跟TSL TSL是接線下的部分 然後CGA是接線上的部分 所以兩邊的賽事單位有一點誤解 因為其實到決賽大家知道 一定是會補人的 因為你不可能Rundown都寫好 說我要四強賽 我要怪亞軍 紀電軍賽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選擇是先補人 那補上來之後呢 EGO這邊不滿 為什麼賽事鬼章上面不補人 但最後還是補人了 但其實賽事鬼章上面 講的只是說 就是好像 淘汰了 好像會直接淘汰什麼的 沒有說不補人這樣 好像就是有一點模糊的空間 那其實這模糊的空間 就是官方為了避免有意外 所以七七七就補上了 EGO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就原本晉級的那一隊 然後什麼 誰誰誰得第一那一隊 然後就不滿 然後提出了疑問 那也跑去問CGA的裁判 那大家知道裁判很多個 有一個就跟他講說 是不會補的 對啦 中間就可能產生一些誤解 然後EGO就沒送 然後就棄賽 那棄賽之後呢 就變成又要有一隻隊伍補上了 那劉邦為世界第一呢 因為強力毛毛不能出賽 所以又棄賽 那這隻隊伍棄賽之後呢 等於下半區的兩隻隊伍 都不能出賽 就變成了 你總不可能再往下補 補到16強吧 所以就變成去補了 八強賽的另外兩隻隊伍 那就去問八強賽兩隻隊伍 那個要不要加賽 因為這樣比較相對比較公平 所以就變成了水鬼傳奇跟EGO 搶名次 然後搶這個出賽機會 然後最後是 水鬼傳奇那邊單挑輸了 然後是EGO這邊晉級 但在決賽的前一天 EGO找交這個資料 然後發現有一個人 是重複報名的 然後重複報名的話 好像是報名原本的 就是原本晉級的那隻EGO 就是那個什麼得第一 廖慶全得第一 然後又重複報名原本的EGO這一支隊伍 所以就變成了他們不能打比賽 因為這個原因 而且好像聽說是有兩個人重複報名 還是一個不確定 反正就是有人重複報名 然後違反規章的規定 所以就不能重複 不能比賽 也因此原本替補了七七七七七 就直接進到冠亞軍賽 那當天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原本補七七七七七 跟要補EGO的原因是因為 為了讓決賽更好看 讓決賽更滿 而且賽制規章上面是 沒有寫說不能補人的 可能有一些魔補的空間 那也為了讓比賽更好看 然後所以七七七七 就這樣進到決賽 所以很多人說他們有後台 其實後台真的沒有贏 就是照這個樹狀圖這樣補上來的 反正就非常非常亂 也很心疼TSO的工作人員 因為TSO真的是水小 誰知道會接到一大堆的東西 然後爆彈會補上 也是因為多多龍的身分證問題 然後他就棄賽 然後就變爆彈補上來 也是為了決賽更好看 啊就其實就真的 補上來的都滿水小的 就會被講話 TSO也滿水小的 你不補又不行 大家前期其實決賽不好看 反正決賽補人又說 啊怎麼可以補人不公平 對吧 真的非常非常亂 說不清 而且有一些細節 我沒有跟你們講 因為這些細節其實是不太能講的 對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所以七七七七 再補上來 那團體平手1比1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在韓服 他們也是這種賽制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是韓服 丟賽制給橘子的 建議橘子可以照他們的比賽比 所以最後就變成1比1單挑這樣 所以你要怪一整怪 怪Nexon 因為是他們給的賽制 而我覺得這個賽制是可行的 只是 我輸了對 就這樣 你看如果今天我贏 就沒那麼多事吧 對吧 蛇旺也強啊 只是說他如果輸了的話 大家應該不會argue那麼多 對吧 所以我覺得沒必要去爭這個 誰旺的確強 我那天表現的確在個人賽比較好 也就是在單挑賽不好 如果我們直接打冠亞 那比賽會非常難看 你就會看到中間有一大堆 欸有沒有觀眾要來玩 欸弟弟舉手好不好 321一起喊跑跑跟卡丁 跑跑卡丁 你就會看到整天大概有3個小時都長這樣 對 所以最後選擇補人了 所以這個是合理的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其實大家幾個 比較有疑惑的部分 都幫大家稍微解惑了一下 希望大家也可以稍微理解 那也不要去攻擊其他選手 因為水小的是選手 對 選手只是照自己全力打而已 然後不得不提一下99 99人真的非常非常nice 因為其實我跟他之前就算認識了 在很多場合合作過 然後以前也 在之前的合作裡面也有認識 那這一次99看到我團體賽輸掉很難過之後 在場間休息的時候 就特地跑上來去安慰我 對 然後就跟我講沒事沒事沒事 因為他其實也蠻 拿到資訊也蠻少的 他就是在現場主持 大家也知道 接到現場主持 他沒有 他沒有辦法事先去了解到太多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他不太知道 所以才會一直問說 為什麼你們都不笑 對 因為他不知道我們跟燕影是隊友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然後不要去 罵99或是什麼的 因為其實他已經主持得非常好 而且他在現場裡面的氣氛帶也非常活躍 而且也非常的 呃 怎麼講 我覺得自在吧 給選手比較有自在的感覺 比較像麻吉的感覺 對 一般的主持是做不到這樣的 他其實主持是很強的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給救救鼓勵 救救真的是一個非常暖心的一個人 他在賽後 我整個賽比完之後 然後 還有來跟我聊天 然後給我一些精神鼓勵 所以救救真的是主持人蠻好的 那也非常感謝救救 給我的安慰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主持人 真的 不知道大家還沒有其他什麼疑問的 個人 單挑賽的部分我就說了嘛 是我當時沒表現好 想的太多 思緒太亂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有一些選手 包含像賽S1000 實力非常好 路線沒有什麼問題 判斷也非常好 但其實有一陣子就是因為 腦袋想太多 會想他是不是要殺我 所以我先防 或者是他這邊不殺我 然後我沒防 然後讓他殺我 因為想太多 所以就會造成一部分的迷失 然後像我的話就是這樣 我那個時候就是想太多的 造成我的路線 產生了一個沒辦法挽回的錯誤 所以我覺得 單挑賽的部分沒什麼好講 當時有哭嗎 一點點啦 但後來就還好 單挑賽怎麼不派夜影命運自己掌握 那個時候 其實 誰上都無所謂啊 我也親信是我上 我親信是我上 我那個時候的思緒就是 單挑賽派最強的上 我就問昆平說 你要上嗎 然後昆平就訪問我說 你要上嗎 然後我就說 你們覺得呢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我上了 團隊就覺得我要上 然後我也覺得我應該上 對 因為我覺得我狀態還不錯 後來就輸了 然後我今天這樣想一想 其實還好是我上 因為如果是我輸的話 我也知道輿論壓力多大 如果沒有 不是我上 然後輸的話 別人就會講說 啊早知道 你們就不給爆哥上 然後爆哥上就贏了 怎樣怎樣怎樣 對吧 你給別人上一定是這樣對不對 贏了的話還好講 然後輸的話就會變成說 你又不給爆哥上怎樣 怎樣怎樣 所以其實我還蠻輕輕 最後是我上的 就算輸了的話 也沒有那麼多的怨言 對 至於賽制的部分 其實現在還在問車種 但其實這個是一個 2v2的一個個人競速賽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以前TSO有做過2v2的個人賽 它是一個需要吃默契的個人賽 就是你兩個人可以互相溝通 我在地級 我在地級 然後我可能可以幫你做一下 掩護到你名次上來的那一種 所以這個其實默契也很重要 那車種的話 現在不知道是可以重複 還是說兩個人不可以用重複的車種 所以現在這一部分還在問 然後個人決賽的想法 我前面心態崩了 因為我那個時候 有的想法就是 我們在尾流圖輸的嘛 他們選了很多尾流圖 然後我們非常討厭跑尾流圖 那最後尾流圖輸了的話 心態有點崩 所以我個人賽的時候 心態已經完全崩了 我那時候想的是 我可以不進韓國 我可以不去 但我就是一定要選尾流圖 我想要 我輸入尾流圖嘛 我就全部選尾流圖 輸了也沒差 反正我全部跑尾流圖 所以我全部的圖都選尾流圖 除非不能選 沒有尾流圖 我就選一張比較像尾流圖的圖 所以那時候心態都崩了 那也因為心態崩了的關係 我完全不緊張 我沒有 我心不會跳很快 然後手也不會抖 很冷靜的在思考 我現在一場地圖要換什麼 我心態真的是崩了 不要說什麼 我心態調整很好 我心態崩得超級誇張 阿茲是後面後來發現 诶 分數怎麼還那麼高 就覺得還好 我那時候心態真的是 好我可以不去韓國啊 那我就全部選尾流圖 嘿嘿嘿 那時候心態真的崩了 然後後來想一想還蠻好笑的 比夜是什麼意思 就是 不能讓大家看出來我不開心 所以要裝一點樣子 就是 有人說三福第一換人座 瓜哥怎麼想 我一直沒有做過三福第一啊 這個東西就是大家催我啦 我自己都沒有承認過啊 我說過啊 我認了三福第一只有小胖 我認了三福第一一直都只有小胖 沒有任何人 所以這個更多是對我的一種期許吧 我把它看期許 因為我真的不是 可能有一陣子 可能大家覺得有機會 或者已經是 但我自己始終不覺得 因為其實競技這種東西 包含像其他運動都好 只要扯到競技的東西 永遠沒有最強的王者 你拿 你會拿Jordan去跟 跟那個 Kobe Bryant比嗎 不會啊 可能有人比 但你永遠比不出一個高下 但我也不是在說 我自己是Kobe 或者說我是Jordan 我的意思只是說 你一個競技遊戲 你永遠沒有辦法比出一個高低 因為 全部吃的都是當下的狀況 所以我把它看得更多 是對我的一種期許 我的想法啦 呃 一直吞口水咬舌頭 是因為緊張也是 丫頭 都沒有啊 故意咳嗽啊 我故意咳嗽是因為 第一場的時候會抖 會抖的話 我就會咳嗽 沒有 我個人是在說心態很崩啊 我那時候想說 誰來殺誰啊 誰敢靠近我就殺誰啊 就這樣 我那時候想的方法就是這樣 哈哈 這心情帶已經完全炸了喔 小朋友才保命一次 誰來我殺誰 祷告 沒有 我再說謝謝 但我謝謝只會 只會 只會這樣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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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要感謝現場幫我支持的所有人 因為其實那一天真的在現場叫非常非常非常大聲 很多人都在喊爆嗝 對 然後我就拿 拿到進擊民盒的時候 我就還蠻開心的 然後就 就跟大家道謝 包含樓下的 包含樓上的 包含工作人員 因為其實我跟這個工作人員 在那一天是相處第三天了 所以那個是在謝謝好不好 那個是在謝謝 會找蛇丸團練嗎 會 他 我們之後會有一個集訓 那集訓的話 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 練在一起 對 所以之後應該還是會在集訓 會韓國會不會一直咳嗽 會啊 大家只要知道我咳嗽代表我在緊張啊 就很好認啊 但我咳嗽完之後 可能 我在猜可能是因為咳嗽會有熱能 熱能可以讓你身體不那麼多 但可能是一個零食性的 城堡是故意擋蛇丸 因為城堡那一張圖是原本在第三 蛇丸在第一 蛇丸失誤乃到我 然後那個時候 我大概猜得到是他 我就咳嗽 因為他那個時候奶到我之後 我在裡面死超長 我原本地上好像變超後面的 然後我就看到他在哪裡 然後我就找一個彎 找一個彎感覺可以過他 我就直接過他 然後他被我幹到牆上 我沒有直衝沒什麼 我走這場路線 只是我非常非常貼 我那個彎就完全在拚 我不是說誰上來我幹誰嗎 他上來了嗎 而且他又奶我嘛 我就幹他 然後他城堡就被我幹到地霸 可是那個也不是故意的 那個就是 我走一個極限的路線 因為他才一宣奶到我都沒送 我想說要死一起死 反正我分數高 然後後來就變成舌萬在地霸 所以那個也不是故意幹的 那個就是正常跑法 只是說 因為要錢一個萬奶到我 我的心態炸了 就想說 幹要死一起死啊 所以也沒有故意幹他 只是說 那個過的地方 會是我們有風險的地方 一般人會求穩 我沒有求穩 我選擇直接過 大概是這樣啦 沒有故意幹 你被困瓶噴掉 我知道你被噴掉 但我不知道那是困瓶 但我大概知道那個是你 原因你應該也知道 因為其實現場 那個echo很大 然後我看到你幹我 也不算幹啦 你衰小 然後碰到我 然後又遇到我這種 比較嫖人秀那種打法 就是 見誰來我幹誰來那種 你就比較衰小 你就在那個管道裡面被我夾掉 可是那個也不是故意幹你 我就走一個路線 就是一般不是會保守一點嗎 等你先過 然後我後面再吵你 我沒有 我直接跟你拼到底了 因為那個時候心態有點炸 所以我沒有故意幹你 然後你也比較水小 你被噴走 為什麼我單挑不開雷霸 因為我不會開雷霸 我練了一個多月的魔音 你叫我去開雷霸 我跟蛇王已經有心結 還好啦 他還是看我直播 可以 蛇王 很強 刀劍後面本來就沒什麼機會吵的 我原本想要走那個加速帶 但我想要走加速帶的話 我就沒辦法做單拖 因為單拖一定會滿 所以我就選擇 走下面 然後吸尾流 然後想從外側過 但如果我開雷霸的話 應該就過了 雷霸的話 其實你就算斷胎 你還是有機會 靠著空飄 然後走外側通過的 有機會 但魔音的話沒機會 魔音的離行力太差了 很容易斷胎 斷胎的話也會直接 卡在那邊 不會接著 接著 空飄 所以其實車重還是有點問題 但更多的是前面那個失誤 防了 聊一下女裁判 不聊啦 那另外當天我比較不緊張的原因 還有一個 就是因為現場非常非常熱 太陽在我們陣頭上 所以就不太陡 20萬訂閱有活動嗎 應該會抽獎 已經把當時的那個 送了ROG的獎品 都已經拿給小鞋了 小鞋應該會抽掉 除非阿 ARMCOM 那個主機板啊 跟那個 滑鼠應該會抽掉 然後隊伍名稱跟暴彈討論什麼 暴彈就說 浮爾磨殺熊 什麼鬼 然後我跟他講 Beast啦 然後99又說 然後看起來很想發表感言 但我們這一段沒有發表感言 我那時候回的就是 Beast啦 就有點像那個 再拉幹那種感覺 換車比較好 沒有法 我 我 不是阿 你要開一台你熟悉度比較高的車 但還是你要開一台 比較強但你不熟悉的車 如果是我 我會選擇開熟悉度高的車 何況 你可能一張地圖只差0.4秒 這0.4秒可能在實戰裡面 完全沒辦法被放大 這0.4秒可能在實戰裡面 就完全幾乎沒什麼差 所以我選擇開一台 比較穩健的車 就跟那個時候 我跟林桃單挑的時候一樣 就是 他開遊俠 然後我開巴爾扎特 只要贏了 沒人會說什麼 輸了的話 可能就有人先說 為什麼不換車 但沒有責怪你們的意思 只是說 這是我內心的 當時的思考 大概長這樣 這這種比較可惜 因為他其實 個人賽一開始拿的是第二 只是他可能決賽的時候 飛的比較慘 我運氣也是實力的一環 聽說他也蠻難過的 實力也是很好 也希望之後的比賽 可以看到他 我相信橘子應該會做比賽吧 這次 線上人數到18000 其實已經 贏了很多的 現在的當紅遊戲了 所以我覺得18000這個數據 應該已經夠支撐橘子 接下來做比賽了 而且 好像YouTube在 剛結束的時候是發燒1 遊戲類發燒1 還蠻強的 風鳴到底有什麼缺點 沒缺點啊 他速度來講的話 1234 這四台的話 這台第一塊 這台第二塊 這台跟 風鳴差不多 但這台顯勝一點點 可能0.1 或0.2 然後這台的話 綜合起來是最慢的 有一些圖可能可以跑很快 因為他數據很好 甚至有一個1000 但大部分的圖 因為他車體的關係 會跑很慢 速度排行是1234 那可能是手感問題 大家覺得這台手感可能好一點 會繼續看魔衣嗎 要看 要看接下來的賽制 還沒確定 歐文設備有什麼問題嗎 他原本 好像是用75赫茲跑 但比賽只能用60赫茲 赫茲就是 可能有一些人不了解 赫茲就是畫面的刷新率 1秒60張跟1秒75張 歐文喜歡用1秒75張跑 但當天因為 他如果用1秒75張的赫茲跑的話 他的螢幕會糊掉 整個糊掉 就畫面看不清楚 所以他只能用60赫茲跑 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 那後來的話 在打團體賽的時候 羽夢還是誰啊 蛇丸羽夢 我不知道 也有一個有條螢幕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這個問題 反正的話 歐文是因為這個問題 所以跑了沒有在家裡好 你應該也是那個會模糊的問題吧 對啊 所以你換一換螢幕 他不知道可以換螢幕 唉唷 剩44個 呃 會怎麼 我們會找昆平組隊 呃 爆彈找的 然後 爆彈上一場 遊樂杯子跟昆平他們吧 對啊 又少一個 -2 再-2 有強迫症的 我今天直播開到這邊 他們會不會 睡不著 我跟你講 你們在搞我 我就直接下播 我沒差 反正我 我沒有強迫症 我睡得著 我看你們睡不睡得著 嘿嘿 我沒差 我沒有強迫症 你們要搞 你們自己來 我 我 9-3 9-4 全6個 我差兩個 我要截圖了 少兩個 差兩個 再多一個 再多一個 再一個 再一個 再少一個 喔! 截到了 GOT! 就這樣就這樣 截到就可以睡了 截到就可以睡了 達到了這個小草一年前的這個里程碑 還有20萬活動呢 我們還沒想 那我們之後想一想再來辦 掰掰 下來下來下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鮑哥 我的NONOLIVE直播時間 從這一個月開始 正式改為8點到11點囉 日期則是一樣為每週的1356 大家要牢記直播時間喔 記得來NONOLIVE只要玩喔 謝謝